感觉更新的选择 很像一块点 但是你中文没有进步 你怎么吃了那么久 留下來 或者我跟妳走 其實真的是 變轉圓都到了十年 所以印象這三個的還是十年前吧 就是因為還走七號 所以才有現在的我 你沒有太大感 感覺你跟十年的顯得很 算是外表 就是你中文沒有進步 其實他中文變得很好 是說那個口音是沒辦法變的 對 我現在還在努力的部分 他都會用成語的 用的比我們還厲害 沒錯 找到妳的 那個學生啊 因為那時候我為什麼來到台灣 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在日本 沒有什麼好的成績 我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我想找個新的地方 我想挑戰新的自己 然後那個時候 幸運的街頭海角七號的 游子這個女主角的角色 我很喜歡這個劇本 我也沒有想很多 就是以後會怎麼樣 以後會大賣還是怎麼樣 我都沒有想 只是把這個游子的角色 好好的演好 然後也想對得起背道 然後也想對得起背道 所以這句話是他走出去的 尖奏之後的下一段 第一段 第二段以後的副歌 你們要過來產地 想要那個 你要搶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作戲 這次好像都還好 摩擦也真的還好 背道他本身就是 就是比較溫和的那種導演 然後他主要是跟你講道理 讓我們表演 那你一開始就生氣地罵演員 那你演員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摩擦 沒有什麼摩擦 我是覺得 我個人覺得拍攝得滿舒服的 當然他有他的困難 可是如果我是一個演員來講 其實我覺得滿舒服的 就算放三天假 我也覺得很舒服 因為我三天我還可以去游泳 去釣魚去幹嘛 欸 我可能不知道是因為 沒有資金還是什麼 當然無所謂 對 對 不覺得有什麼 特別困難吧 對 就是說 當然導演的要求 我也會盡量去做到好 你為什麼要欺負我 我一個女生 喝醉酒的那場戲 也是印象很深刻 喝醉酒的那場戲 還有最後的演唱會 也是 還有那個洗酒的那場戲 也是很多回憶 就是 喝醉酒的那場戲 也是很多回憶 但我跟小方的心情是一樣的 我也是完全不知道 導演有遇到經驗的困難 我是非常享受這個拍照的過程 所以突然有一天 好幾天 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休息了 所以我也是跑去 墾丁 大街 玩一玩 其實我這個東西是我的問題 因為一直拍拍拍拍到很後面的時候 我才發現 為什麼 在跟小飯調他的說話的時候 怎麼 就是覺得哪裡不對 表演也對 節奏也對 說話台詞也對 什麼都對 可是就是哪裡不對 我一直想 然後小應也是有同樣狀態 後來我才發現 音調 他習慣飆高音的 所以他的尾音是往上 他講話的尾音是往上 然後小應的尾音是往下 但是他們兩個的個性來說 小應的尾音應該是要往上 他的尾音應該往下 可是到很後面的時候我才發現 可是已經快快 已經在 紅了已經拍最後幾天了 那時候我發現 那跟他講 他馬上就修正就解決了 可是 前面都拍了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結果 我如果早一點發現是那邊不對 那就不用再一次那麼多次 留下來 霍九跟你走 太晴朗的過境